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是空军第十空运大队 他们优异的表现 不仅深获总统赞誉 文人肯定 也展现出空运部队精实的战力 更让国际见证 中华民国空军 长期蓄积的救援能量 军文社举光原地制作小组 特地走访该单位 实地报道 空地勤人员发挥团队合作 完成各项艰巨任务 民国二十六年 在南京成立的空军第十空运大队 最早隶属空军敌前指挥部 又称为空军特务大队 历经对日抗战 勘乱及转进来台等时期 并经多次国军组织变革 目前驻防空军屏东基地 隶属空军439混合联队 曾先后使用C-46 C-119 C-13栋等机型 执行空运兵援及物资的任务 本大队的任务非常多元化 举例来说 丹富尔载运人员物资等定期 与不定期的国内行政班专机 还有台经 南干 东沙及南沙等外岛的班机 那年度并且配合陆军 我们共同实施空降头的训练 以及还有我们的近海征询 海洋长途训练 收救三万后送 国外的专案任务 以及空中的人工征语 以及最近才圆满达成的 国外的人道救援 在战时 我们主要就是协力 本军主力战机的执行 战备转场的任务 还有我们本机种 它也会实施一个兵力分散部署 还有我们联合空降头 空运着陆等联合作战等等的任务 空运大队下辖两个中队 所使用飞机为民国75年 自美采购获得的C13栋H运输机 具有短场起降的特性 可遂行战术运输 救护及空头等多元任务 集装至今 在该大队空地勤人员 共同努力下 透过飞行 机物 及围保的严格训练 顺利完成 停时运步 军种联合操演等多项任务 空运大队飞行员的养成训练 一直有着优良传统 新进飞官分发入队 都要先从机种学科教育 数科模拟机训练开始 经过合格签证后 才能展开换机 战术 精炼等训练阶段 并在成为全方位的副驾驶后 再接受物资 人员正驾驶 及教官的尽等训练 而通常晋升为教官时 飞行员所累计的飞行时数 也已达1600小时以上 可以执行各类空运联合作战 及救援的多重飞行任务 从当初第一次接触 C-13栋HG直到完成教官训练 除必须克服精神上的压力 及心理上的压力 亦需加强体能上的训练 以克服男女先天上的差异 并配合联队规划完善 而严格的训练流程 经过重重考核 才能完成各阶段的训练 C-13栋H运输机 有别于一般战机 每架机组人员 除了有飞行官及领航官 尚有空勤机工长 装载长等人 负责空中机务工作 以确保飞行安全 及载运物资无 因此每个机务人员的训练流程 也与飞行教官相同 区分四阶段 分层负责方式 传承行政专机 空降头作业 试飞训练 及授课教官等 多项专业技能 并力求与飞行教官们 完美配合 才能顺利达成每趟空运任务 到外场去 然后要做货物的运补 人员的输送 然后当我们在空中的时候 要执行飞机货舱的巡查 然后注意货舱状况 然后随时回报机长 然后就是在外场的时候 当我们当有下任务的时候 我们要去查询 看货物是哪些 然后我们要计算它的重心 然后货物的站位 然后安排上飞机 然后使飞机人在空中 做一个最安全的飞行姿态 此外这群空运官兵 除了平时执行繁重的任务外 也经常利用假期 前往孤儿院及安养院 探望照护需要依靠的老人及幼童 带给他们欢乐与关怀 他们的爱心早已营满营区 也伸直每位官兵心中 而每当国内遭逢灾难之际 空运大队官兵 无论在白天或黑夜里 总是不计代价前往池圆 展现军迷一家亲的精神 更以准确无误的行动 圆满完成拯救任务 救灾助人 是空军大队的另一项中心任务 这群空运好汉 在此次首度横跃太平洋的 海地救援任务 不但将飞机性能发挥到极致 更展现空运大队团队精神 及二十余年的整备成效 完美地达成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的人道外交工作 赢得国际友人及舆论的尊敬 令人积赏 就我飞了二十年来说 只已经那么多任务里面 这一次距离最远 然后来说面临的问题是最多 比如说它光要跨越太平洋 就大概六七千海里 再横跃美国本土到海地地区 大概就要三千海里 所以总距离大概是一万海里左右 那我们的任务组员 你只要越洋飞行 越岛飞行 这个天气 还有时差 温度 还有高空 都要去适应 所以我相对针对子员来说 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人员一直来适应天后温度 等这些情况 所以说人员来说相当的辛苦 但是呢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一种训练 所以我们也是认为这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子员都带你雀跃的心情 来进行这一次的任务 除了人道救援外 今年春节期间 通运大队机组成员们 更牺牲与家人团聚时间 协助书运受到天后影响 机场关闭 无法顺利返乡过年的金马外岛人潮 让四百余位民众平安返乡 与家人相聚欢度敏捷 此外 空运大队多年来 也持续执行人工增语的任务 一万尺以上高空 克服气候 温度和生理的种种考验 为民众向老天争雨 疏雨解汗 最近的例子就是 本月初配合水利署 执行人工增语任务演训 派机飞航增文 南化乌山头水库集水区上空 以暖云造雨法方式 在一万五千尺高空 进行开舱 喷洒两桶两千公升清水 希望在天时地利等条件配合下 增加大幅降雨几率 勤训精炼的空军第十空运大队 就像队灰中的沙漠之宝骆驼一样 总是克服艰难的天后地形 过墨驼运使命必达 官兵建律保国为民职责 传承光荣历史和精神 为精石敬律 树立有违者易若氏的标准 值得全军官兵效法 呼吁大臣所向平民 大山越过高山河大海 我的心有你才会崩溃 我愿意放弃所有坚持和骄傲 相信你会相信爱 χει improve 人生意大悲 我愿意放弃所有坚持和骑傲 晦 urge 还要 think her 这些故事更灵纍 quelques 也会漸й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